我把它恢復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你變成你底下性別這些東西都要刪掉 就是你底下不能有任何東西 就是說只要做出第一個就可以了 只要做出B2這個儲存格 底下不要有任何東西 都是空的 所以你可能剛剛有做的話 你把它刪掉 然後呢你就把它用INDIRECT函數 做出來這個 就是去INDIRECT抓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然後你只要做什麼呢 向右 把它拉到那個最右邊之後 向右拉這個一定要自己自己拉 你不能向右沒辦法自己快點 那只有呢 向下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的 在這個空點上快點兩下 它就全部都出來了 你看看 那就全部都幫你弄好了 這感覺其實非常的棒 工作如果每個事情都可以這樣的話 那當然效率就自然就倍增了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想說 哪一種函數它可以怎麼樣幫助我們提高這個效率 所以 這邊的話 主要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定義名稱 所以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的話 你即便會用INDIRECT函數 你也做不出這個結果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 從VIRU函數到定義名稱 再到INDIRECT整個串在一起 那你會發現公式 並不會非常 並不冗長 你會發現其實說真的這個 就這麼樣而已啦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這應該比早上那個 那簡單太多了 待會的話就是分別針對 這邊第87頁 總共有四個問題啦 讓我們知道一下 性別年齡跟職業占比最高的 是哪些啦 然後哪一種設計類雜誌最受歡迎 買設計類雜誌有沒有什麼考量因素 不同年齡層 這個買設計類雜誌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底下的話當然呢 我們有做一些這個 第一個性別 那如果做性別很簡單嘛 百分比嘛 這個如果做出來之後 才有辦法做後面的 所以如果剛剛你那個前面的還沒做完 那後面當然就不用講了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好像如果書納分析表 你要用納分析表之前 可能還是要先把函數先學會吧 不然的話後面東西 他不會憑空就幫你完成了 像剛剛的東西啦 如果你不會用 剛剛講的indirect函數的話 那怎麼辦 就是一場噩夢 對哦 OK 所以他給你東西 如果你會的人啊 很快就完成了 但不會的人的話 哇這個可能要拖很久了 對不對哦 哦 差異就蠻大的 哦 然後如果更不要說後面 你還要再把那個 你的報表 跟你的圖表產生的話 OK 那又是另外一場噩夢了 但如果相反的 如果你這些都熟練的話 那並不是什麼 太大的事情 就是一個簡單的一盤小菜而已 OK哦 所以 試試看嘛 那年齡的部分 你會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 分析 性別 年齡跟職業 甚至這邊還有什麼呢 教育程度啦 月收入 還有呢 每多久買一次雜誌 那有沒有訂閱雜誌 會每個月會月如幾本 花在這上面多少錢 這當然很多啦 然後最常購買的是哪一類的雜誌 會在哪邊買 那這就是一些行為啦 然後等等 雙月刊 購買時會考量的 是什麼因素 OK 那如果你每一個 每一個都想要把它分析 統計出來的話 其實每一個問題背後 都是一個決策的重點 以後的話 那雜誌社 他們將來主管要做決策的時候 如果有這些問卷的話 那太好了 我就知道說 我的方向應該往哪邊走 所以有的時候 做一個前置的瞭解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就比較相對不會錯誤啦 業績才會藏紅啦 不然的話 把那個資源都浪費在那個 將來並沒有這個機會的 產業上面的話 那當然一定是浪費啦 OK 所以還是要把資源用在對的地方 刀口上 那要怎麼分析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針對這邊先生做統計分析 那基本上的話 其實主要我們需要得到什麼 就是 性別 年齡 職業 月收入等等的那個相關佔比 然後 底下的話呢 我們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分析什麼 最常購買的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雜誌佔比 然後 再繪個圖吧 後面其實也是一樣 畫個圖 然後得到最後的結果嘛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我們後面其實也有些相關的 交叉分析的要求 好 OK 先試試看吧 那一樣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10分鐘 待會我們再接著繼續來看 習廣 爲 爲 爲